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M公司就已经再次发力 以一种独特的形式 重磅推出了XO团体组合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个独特法呢 相信你看到他们就会知道了 欢迎SOM组合 欢迎你们 谢谢 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们是XOM 好 真的是好有气势 太整潮了 请坐请坐请各位就位 谢谢 那为了体现我们节目 认真负责的严谨的媒体精神呢 我需要先来审核一下各位的身份 这位是队长Chris 是吗 对 没错 那您在乐队里面是负责哪个部分呢 我是队伍的队长 然后我是负责出唱部分 那这位先不要告诉我 我自己想 这位是Lay 对吗 对 大家好 我是XOM的Lay 我在队伍里面负责的是舞蹈部分 那那位有点挡挡 陆寒 对 大家好 我是XOM的陆寒 在队里面负责的是唱歌 还有一点点的舞蹈 还有一点点的舞蹈 秀明 大家好 我是XOM的陆寒 秀明 我们在队里面的歌和节奏 和节奏 和节奏 接下来是陈 大家好 我是XOM的主唱陈 陈寒 对 大家好 我是XOM的陈 然后我副歌是Rapper还有舞叔 所以就是唱歌跟跳舞 那现在确认无误 都是我们是SOM六个成员 没有从SOK里面偷混过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说到SOK了 大家肯定纳闷 刚刚还是M 怎么这会儿又成K了 那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这个其实我们组合的特点就是 有分M跟K 那么M在中国活动 K在韩国地区活动 所以说 可能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说 两边都是六个男孩 这样组合 为什么 就是可能会比较分不清楚 但其实 我们之间关系也非常好 就是像兄弟一样的关系 但是是两个分开活动的组合 但是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XOM的一个大组合 12个成员 我看你们都是 在一推出来的形象是很神秘的 说当时天地之间有一棵生命之树 你们是分别 互卫那个生命之树的两个太阳 对 通過的十二十多方法 倦散的棵的人 而我和紅的力量 創造了弱 這把心的棵的棵的人 讓棵的棵的棵子變得乾淨 所謂的棵的棵子 似的故事 此前往棵的棵子 幼稚圖的棵子 The world and space turns askew The 12 forces divide into two And create two suns that look alike Into two worlds that seem alike The legends travel apart The legends shall now see the same sky But shall stand on different grounds Shall stand on the same ground But shall see different skies The day the grounds begets a single fire 前一颗星 在两个世界上似的似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一天, 当时 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和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一种完美的组织 一新世界会开发 你们在MV里面还都分别有各自的技能 神秘身份 技能大家肯定都已经熟知了 我现在想知道 当时定这些技能的时候 是根据你们每个人的特色吗? 人可能跟每个人的外情上面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主要大部分的还是公司帮我们做了一个定位 比如说你的技能 我的技能是治疗 我的logo是独角兽 在西方的独角兽能够治愈一些生物 我们队长是龙 龙飞 平常在生活中 你是不是也充当这么一个治愈别人伤痛的角色? 生活当中大家都特别特别好 大家都会比方说 谁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互相安慰 特别是我们队长 那秀明呢? 对 我的logo是眼光模样的 我身上的眼光模样的 我身上有什么关系 跟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关系吗? 平常在生活中 没关系 好 艾伦酷了是吧 你们的那个MV里面舞蹈 我看特别帅气很整齐 谢谢 我想但在私下练的时候 应该还是挺多状况的吧 有没有就说 可能有些动作 私下练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努力的在练那支舞蹈 因为那支舞蹈是从美国过来的那个 著名的编舞老师来本来给我们编舞的 所以也是特别有 因为这首歌本来就特别有力量嘛 所以然后我们也一直在练习这个舞蹈 然后才成为这样的 那你们练的时候好玩吗? 比如说可能有些动作大家一起做 做出来很好看 可是一个人做的可能就是 你们懂的 有没有说看到别人彼此的动作很好玩啊 笑场之类的 有过吗? 因为我们是团体嘛 所以说不要忘了 有直接精神 我意思是说这个编舞整个就是以团体为主来编的 所以说肯定一个人跳出来的感觉 跟六个人跳出来是不一样的 那么六个人跟十二个人跳出来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都是值得期待 那你们从小都喜欢音乐吗? 对 从小就喜欢 那形象这么好看 又多才多艺 那在学校里面肯定都是风云人物吧 有谁当过校草吗? 自动汇报一下 上期教练你去看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总觉得 陆寒应该是一枚校草吧 不能说是校草吧 就是那会儿 因为初中高中那会儿比较喜欢剔足球嘛 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女生过来看 就只是看吗? 就是只是看 没有说到什么情书之类的 情书没有说到 太虔虚了 是不跟我们说吧 真的没有说到 那平时你们训练挺辛苦的吧 一天大概需要练多久呢? 普通的团队的团队是 缺乎两个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每个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每个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每个小时的小时 很辛苦啊 那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公司中班推出的时候 你们是新闻更多一点 还是紧张比较多一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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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那一出道就有这么多的粉丝喜欢你们 很追捧你们 自己有没有被吓到呢? 因为我们刚出道时间非常短了 能够有这么多跟你朋友支持我们 其实挺感动的 而且当然我们因为也是新人 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只能说是 就很感谢他们能够支持我们 然后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尽快成长 成为更加棒的艺人 那像一开场我们的口号是 VR1 意思是我们是一体吧? 对 那现在以前12个人都是在一起训练的 现在SOM来到中国 但SOK还在韩国 你们会想他们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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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谁呢? 对 像卡江 你不过去不能够外 对 对 不用飞 每个人说齐了 可能可以说重复哦 如果你们六个圈 想念一个人的话也可以 都很想 对 没有说特别想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从出道之前开始练习 去都是12人一块练习的 所以大家感情都很深 比如说我过生日的时候和涛国生日的时候 他们呢 K就会发过来的录像 录好的来给我们过生日 那个过庆祝生日 如果K他们过生日的话 我们也会录一段录像 传送给他们 对 来表达我们这份情感 就你们已经感情好 到像一个人一样 不分家 那我们知道组合嘛 最重要的就是配合 那么现在呢 我就想来考验一下 大家的默契度 横着搭就可以 不许偷看哦 但是我这个位置 你可以背过去 背过身 好 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中间谁最自恋 泪砸得最快了 秀明还想多看别人的 你想了半天 第二个问题是 一会儿的舞台 对 一会儿一起 错的人会有惩罚的 错的多的人 好 第二个问题是 累的口头禅是什么 累自己写就可以了 第三个问题是 第三个提示 你们之间谁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最多 一丝提示 瑞尔士的刷牙杯是什么颜色的 operating 想一想 我们都知道 涛是大胃王 涛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 好 下一个问题 秀明私下自己有没有对着镜子说 我确实发现长得有点像安照西 好可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陈戴戒指的话 会选择戴在哪个手指呢 好 下面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将来大家都会变成小动物 你们希望自己右边的同学 变成哪种动物呢 涛的话就可以写队长 因为右边没有人 好 我们现在开始三二一一起展示啊 不许再改了 笔帽都可以盖上了 这个队长 他不是手指一起 来 三二一 走 好 我们先从队长这边开始啊 第一个问题 你们之间谁最自恋 差不多 队长是差不多 我无 我说无 从这边 没有 一次 没有 救命所有 你们也差别太多了 两个极端啊 也是没有 没有 现在是几个没有 四个没有 四个没有 我觉得也差不多算没有 差不多 也算差不多 那秀明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自己不自恋 我觉得大家都很自恋 我觉得大家都很自恋 从中间 他口味才不见 口味才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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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就算啊 你们为什么把看镜子不画在镜子 但是我们其实平时因为 毕竟出道之后 要注意一下形象管理 对啊 这个 这个理由就没法拒绝了 属于形象管理 就正常范畴 不属于自恋 就正常人照进的可能属于 对 好 这一轮秀明 属于 被大家抛弃的 好 第二个问题是 累的口头禅是什么 队长是 I.I.I.S.U. 可以吗 啊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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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怎么等的 你了解了 我知道这个 你没想起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吗 陆寒也是没有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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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秀明对吗 什么 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 很多 有很多 但是这个是最近比较常用 最经典的 可以吗 对 比较流行的 看来就只有秀明跟队长 没有写中却 没关系 好 最后统计 一块统计 第三个问题是 你们之间 谁有趣的事情最多 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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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 涛两票 涛 涛四票 涛四票 哦 是你们互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吗 其实我刚刚跟陈商量一下 哈哈哈 你俩作弊 不好意思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好 这这题又算平局 好 很有默契 那第四题 Chris刷牙杯是什么颜色 不用 没有 你对了吗 泪血对了 陆寒呢 红色 什么时候用的 红色你看没有 幻想了一个什么 对 我随便写了一个颜色 因为我没见过他用我杯子 你不用刷牙杯 是用手吗 天哪 因为可能移动比较多 有时候不方便 因为自己杯子不能一直带 所以我从小就比较习惯的 那你们是都不用杯子吗 我用 啊 涛的杯子是红色 嗯 嗯 是吧 哈哈哈哈 秀明写的是秘密 路哥 사실 才不会写 嗯 陈氏 我不知道 跟秀明一样 啊你们是没跟队长一起住过什么 对 因为现在 两个两个人一个房间 啊对对对 刚刚队长你说陈肯定知道 陈不知道他也不应该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哈 记住啊 大家记住陈这一题已经 好 然后 我没见过 没见过 这个可以原谅你 真没见过 对 好 下一题 他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 哦 皮片 西瓜 巧克力 巧克力 哦哦 什么都喜欢吃 巧克力 我们都喜欢 哈哈哈哈 罪 注意我的问题里面有个罪 哦 这个秀明是 甜地 巧克力 嗯 好 好 巧克力 嗯 好 城市 西瓜 我妈妈 西瓜 对水果 嗯 然后 我是水果 巧克力 还有肉 那你自己评点一下吧 谁写的最正确 最权 其实 队长写的什么 薯片 队长薯片 对 薯片我也喜欢吃 但我忘了写了 因为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薯片 因为最近 我们出道以后要管理 所以要 不能吃这种 要减肥 所以队长说对了一个 然后一新巧克力说对了 我也是 那我基本全说对了 对 他说对 因为每个人给我什么东西 我都很喜欢吃 那好 就相当于大家都答对了 对 对 然后陈也对了 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薯片 我一到夏天就吃薯片 他不就什么都喜欢吃吗 对 只要是大家网上面 随便写就可以了 写什么食物 是不是 他都特别喜欢吃 队长特别小声的 跟我说基本上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不是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是 秀明私下 有没有说自己 长得像安兆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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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过 哇 只有这一题 下一个是 陈戴戒指是戴在哪个手指 无名指 抛的我 看到你走后门了刚刚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问他对不对而已 他说对 那他怎么有走后门 我写上右手了 右手了 我以为他问他戴哪个手 勉强算过吧 好 这题都通过了 好 最后一个题 如果大家都会变成小动物 希望右边的人变成什么 先看队长 你能把第一个答案盖着吗 我写了两个 可不可以 都展示出来吧 虎小或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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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虎小时本来就是这个标志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最想的 我成为一个兔子 兔子是因为他平常很活跃 蜂蜂跳跳的吗 可以 豹子 很纯洁吗 小兔子是 很白很纯洁哦 对 我很白 嗯 嗯 啊 鸭子 那 鲁 鲁 鲁 啊 你这个太没创意了 他本来就是鲁韩 就是小鲁啊 嗯 对 真正意义上的鲁 哈哈哈哈 好 鲁韩是 其实 我不太想让他变成动物 啊 你想变成什么 让他 豹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坏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这样打击人家 我就是说对 哈哈哈哈哈哈 蒙弄过去了 哈哈哈哈 可是呢 我知道 所以我没写了 哈哈哈哈哈哈 秀明那秀明他们总是拿包子来调侃你会生气吗 这个包子包子来说 那么 他说 到时候 对 你好 那 下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像 我很像 对 但他 他 做得比赤都很好 嗯 啊 那休明寫的是 蟹 羊 蟹 蟹 蟹 我 好 너무好 好 好厲害 為什麼 但是英好凶悍啊 英的那种犀利的感觉 犀利的感觉 谢谢 那陈呢? 陈写的套是? 包子 他写成左边了 左边的同学是吗?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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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他会常常说的空气 但是 他会穿着衣服 他会穿着衣服 穿着衣服 穿着衣服 所以他会觉得 非常好 那他肯定是母包子 那么温柔 有时还哭鼻子 我知道 那人知常情 那陈写的队长是? 我其实 我好像写了点跑题 小动物写的成龙了 也算 写的很龙很帅气 很霸气的龙 依然有队长风范 霸王龙 这也非常挺 管理着你们 好 我们一集的默契测试 就到这儿 我们统计一下 谁答错的最多呢? 秀敏 喂 是陆寒不声不响 都在那记了是吗? 我记得 我们对一下好吗? 秀敏好像两票 第一题是5 第一题秀敏 差不多 可以 第二题是5 可以吗? 我错了 第三题是 大家都一样 第四题是我错了 第四题是 大家都答对了 除了武汉一票 我一票 第五题是巧克力 大家都对了 这个都算对 这个都对 因为他都喜欢吃 啊 有错问题呢 啊 第六个呢 第六个都对了 都对了 第七个 第七个我错了 两个票 吴敏的那个 是吴敏的就写的 对了 第八个 那就是我 我跟秀敏 你们是平局吗? 我们两个 他两票 他两票 나도两票 我全都 不愧是队长 就错了一个题 这个都没错 这个是我的 他就错了 我这个 他就错了 这个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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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错了 那两票就是我跟秀敏 就是你跟秀敏 那我们 一定要纠缠一下 对 那就由冠军挑一个吧 让他们唱一首歌 不 崔丁可 因为我们队里经常解决方式 解决的方式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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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来 给我们唱一首 谁隐? 泣丁 ком 那start 那冠军点歌吧 冠军师成 曾凌云 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 我 当我曾经走轎风 你开始遇到了 当我穿着着风 当我穿着着风 在你的世界降落 白色的风 好 各位 大家真的很不喜啊 顺利通关啊 但不要骄傲 这只是一级测试 我们还有二级跟高级的 现在是队长离我最近嘛 我就 你们要背过身去 不能看 然后呢 我告诉队长一个词 队长呢 要通过表情跟动作 传达给下面一个人 轮到谁的时候 谁才能转身看 一直传到最后一个人 看最后一个人 是否能通过 一个一个一个传达下来 能猜出我给队长的是什么词 那秀明跟 从我这边开始 先从队长这边 对 一会再换过来 要站起来 开始一个 不许偷看 一人是 没有 对 好 相信我 没关系 来 我现在给队长辞哦 哎哎哎哎 我整个 他怎么总想走后门啊 对不起 哈哈哈 就通看你的眼睛了 嗯 嗯 好 不能说话吧 不能说话 看不懂可以要求他多眼几遍啊 哈哈哈哈 啊 在等着呢 OK 怎么连魔法都出来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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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太难猜了 是四个字的字哦 成语还是什么 我们都很同情涛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表演面对吗 不可以 不可以 这让我怎么猜 这是什么 这是从哪个环节又开始完全走 这是这种类型的 就是一个成语 一个词 关于什么的词 四个字 关于人的一种情绪的词 情绪 那个是这样 因为刚刚她传达给我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个词汇 一个单词而已 不知道是成语 那不算 那你可以再传一遍 现在 再再看一遍 我真的不知道 直接传给涛吧 不是 我再想看一下做的 因为我刚才不知道是成语 对 所以 那涛不能看 涛不能看 涛你先别看 你们可以看 vengeance Facebook scenes 的 希望 真的挺好的 观众 游戏 帅 不越窄 simple 她的 都肯定补 茜 怎么样 哈哈哈哈 绝对不对 好可以了 可以吗 嗯 来吧 看你了 哈哈哈哈 更难猜了 哇 对啊 这个是左手 这个是左右对吧 对吧 对吧 左右为难 哇哦 太对了 正经 这个也可以 没有演 有问题吧 对,长生表演听 刚刚是从谁那开始断掉炮 变成魔法 对,我这儿以为是魔术 对,我以为他是变魔术 对 太不容易了 那我们现在从 超开始传好不好 好的 不能说话了 谢谢 好,等我回去坐下来 再想一会儿 可以了吗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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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 我 不能说话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了 别笑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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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五条 我对不起 有问题 你别笑 我对不起 你别笑 没有,我对不起 我当时是我对不起 终于等到了 你这是干嘛 气沉丹田 心脏 疼 我爱你 哈哈哈哈 所以我成语吗 对 算是成语四个字 表情表情 哈哈哈哈 刚抛完一千五 哈哈哈哈 心机太多了对不起你了 因为人家掏肯入戏的 你知道什么吗 我不是太清楚 哈哈哈哈 不是太清楚 不是太清楚 其实你们看表情的才行 你也不看表情 要不你再做一次给我们看一遍 好给自己 一样的我不能看 你看吧直接看吧 心心太软 你们直接都看 嗯 就都看你们眼子 哦 哈哈哈 心心脏 哈哈 哈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然后这四个字吧 后面两个字 我对你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什么 嗯 后面两个字是一样的 嗯 是憋在心里的一种情绪 对 对 啊 韩清默默 韩清默 答罪 不找 你真心好痛苦啊 不算韩清 对吧 哭没了 哈哈哈 但是我要 我有个问题啊 这个都做是冲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做这个 这是冲的 看点小路 你得把照片 你用一用一把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们自己说 通过这两个 谁最误导大家 哈哈哈 从谁那儿就完全变了样子 哈哈哈 哈哈哈 对不起 互相推 可以吗 是我吧 就是你那个 但是你传过来的时候 是有这个动作对吧 这个应该不算 这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秀敏传错的 我这个则为难 变成魔法 就是太好了 对对对 那还是秀敏啊 一人一票吧 对 那我说第二轮呢 韩清默默是谁开始 哦 韩清默默是谁开始 是成文开始 你是谁开始 谁开始 谁开始 这个 又是秀敏 秀敏 秀敏 你这个还没有 哈哈哈 谁开始 这个 哈哈哈 哦 那是小鹿 这个 我错了 那小鹿 那小鹿就要接受惩罚 惩罚呢就是 罚他说真心话 真心话 嗯 那这个问题我不问 你们 来问 就问一个最想知道的 关于他的问题 商量一下吧 对 那你怎么办 没有 两个韩国成员 哦对 两个韩国成员 想想 两个韩国成员 对 对 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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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们有时候都知道之一般都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对 因为大家都特别互相关心嘛 听说那个公司为那个路韩跟涛准备了生日会 能跟我们分享下当时你们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感觉如何 就是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生日其实是実际上是我 在人生以来 过的是最 盛大的一个生日party了 对 然后就是很开心 跟大家能在一起过这个生日 然后再就是 大家给了我很多的祝福 然后我感觉到他们对 就是对我的 一份心意 是因为什么让你觉得 是最盛大的一个 12个人在一起 全在全在场 全在场 然后最感动的一件事 就是当Kate成员 抱着蛋糕上来的那一瞬间 我心就跟 不知道就跟碎了一样 好伤 就是 就是很 很 无法有语言形容 无法有语言形容 那陆寒呢 挺感动的 挺感激 因为第一次跟那个 Kate他们一块 过这个 12人一块过生日 还有跟那个 你们一块过生日 也很感动 那泪当时是 哭成泪人了吧 肯定 不不 说错了 涛 对 那你有没有跟他抱头痛哭 我没有哭了 你比较坚强 坚强 那套是个比较感性的人 很多有梦想的年轻人 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实现梦想 那你们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梦想 我想跟你们自己的努力 还有家人的支持 是都密不可分的 哪个人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就是你自己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发生过什么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就是 可能比较困难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在 我去公司训练的时间 可能是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所以那个过程中 可能我自己影响比较深刻的事情 就是有一年是在过年的时候 就是 呃 特别想家 但是因为 公司训练的原因 就不能 那个时候不能回家 所以那一次可能 比较 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 嗯 比较迷茫的 那个阶段 不过就都已经坚持过来 然后 没什么 那你们平常想家的时候 这个时刻是怎么熬过去的 就想家又不能回家 但心里特别难受 会有什么 自己排解的方式吗 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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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以前 听以前在家 那时候听的音乐 那是不是边听 你的话 是不是又边听边哭 听一宿哭一宿 对 你们想家哭的时候 会自己偷着哭吗 还是 也很坦诚 也不怕别人看到 六个人之间 因为都是男孩子嘛 有了一副轻弹 但是到了想家的那个时候 控制不住 是大家堆在一起 一起哭 那倒不会 不会 比如说 比如说像我的话 有时候可能打电话给家人的时候 然后可能打电话说就是 可能流那么几点泪在 也不会说大哭 不会说 不行了 我要回家之类的 不会 就是可能 心里面有时候 自己忍不住会掉题 会是队长比较淡定 很能hold得住 那泪呢 我呢 一般来说 我就能够尽量控制不在 就是大家面前哭 我就一般都 不在大家面前哭 一般都是自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会 自己一个人流眼泪 但是呢 我在10月7号 那个11年的10月7号 那次生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对我特别好 给我端上蛋糕 好吃的东西 那天 那天我是真是忍不住了 因为在韩国来这么久 那次生日是最 最盛大的一次 可以说真的 大家都在 然后还有我们的经纪人哥哥 还有给我发信息的姐姐 然后还有收到我妈妈 给我的发信息 那天真的有点 控制不了了 所以一般来说 还是自己一个人苦 对 你就平常你在生活中 还是充当一个比较 搞笑的角色是吗 就是 大家中间的活宝之类的人物 我一般不搞笑 对 但是可能说话的时候 可能有点幽默感吧 所以大家挺喜欢 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好玩 搞笑 对啊 我觉得我搞笑 不知不觉给大家带来了乐趣 可能是吧 对 自然的游路 这才是真正的游魔 最高竞技 谢谢 那陆寒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有什么很深刻的事情吗 就是 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 压力大的时候 可能那会儿最难受的 压力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发现 那个时候是最难 掌控的 那你最后还是怎么发现了呢 睡一觉 要是我的话一般都是 要不然睡觉 要不然就是运动 哦 对啊 我实际上 不适应的 有什么东西 我都不适应 有什么东西 也不平洋 想不平洋 不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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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风际上 第一次发现 歌努力 我希望做不错 我最高高高高低低流游巾 因为我在贝债的贝债 我最高高高低流游巾 我感到最高高高低流游巾 那是我的最印象深刻的那一刻 你看路寒好认同一直在点头 最后是他 我的印象最深刻其实也是 当我进入这个公司的那一瞬间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给我们出道的机会 和让我在这个公司练习的这段期间 让我认识了十一个很好的队友 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放下了很多的东西 才能走到就是说走到一起 然后一起出道 我觉得此时应该想的 大家开始上纸巾 不要那么上纸巾 变成公司感谢会了 我确实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就看到你们觉得你们是个好有爱的情绪 这么的团结 这么的和谐 那就大家都现在年龄挺小的 说这个年龄应该是打打闹闹的年龄 你们平常玩到一块去吗 就是喜欢玩些什么呢 лось一样有点 我们也在一起运动 在一起运动 都是约伦的 就是玩游戏之类的 都交给我们一几人哥哥 看怎么样跟我们安排 这样打球的话 平常训练就那么累了 还会去打球吗 这性质不一样 因为就像刚刚陆寒说的这种 其实也是一种 很累的释放的一个方式 而且运动的话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 几个人一起打球 然后比如说 累之后喝杯饮料什么的 非常开心 深深的感觉到 你们真是年轻哪 像我这个老人家 就是如果工作一天下来 是绝对不会选择运动的 那你们当时出道韩国的时候 就是学韩语觉得难吗 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来 就是让自己很快的学习好韩语 我做个示范吧 比如说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我的野蛮女友 特别流行 那个电影主题曲也很流行 然后我们就会唱 就觉得韩文版很好听 就会学 然后我先唱一句 不要笑话我 我就和话一下 然后就 现在韩国歌词 我唱一句 我唱一句 就一句啊 重点是想跟你们说 我怎么背过的 我就很独特 它不是前面是 I believe 这个是英语 大家都知道 那个 我是给自己记的是 裤当腰带一起吗 你们就是会不会 就像我这样 会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让自己很快的学会呢 是听歌呀 还是看韩剧呀 反正以前我们也有用过 对对 以前我们在那个就是可能 因为我们还上学 对上学 也上学馆 对 刚到韩国的时候 我们俩差不多 腾就先去的公司 对 刚开始学韩文的时候 你是用我这种方法吗 一些比较难的单词 就很难进脑子里的那些单词 可能就用中文先代替记忆 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吗 时间太久远了 对对四年前 SOK跟M都去了美国的SMT 就跟公司的前辈同台演出 会不会有压力 有压力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也 一直想要跟我们 就是跟前辈们一起 就同台演出一起表演 但是毕竟没有这个机会 这是第一次嘛 那第一次其实特别激动 也特别紧张 第一次 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同台表演是个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 然后能够再去到美国 去到LA这样去表演 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觉得 就是去玩那一件事情 很有意义的 那你的心理素质 这还挺好的吧 我们上了舞台之后 就不影响那种东西 就会把我们最好一件展现给管理 可能有压力那方面 可能说是下台以后吧 就会担心刚刚自己表现 是不是不够好 差不多了 那这些前辈们 平时会对你们有什么照顾 或者忠告之类的吗 会啊 一般就说 在我们在练习舞蹈的时候 可能前辈们在看 就是说有时间过来看的话 会是说告诉我们一些 舞台上的技巧 比方说怎么样看镜头 然后怎么样把那个 怎么样给眼神这样 对 可以教我们一些 那你们公司真的是一个很 整个公司的氛围都特别好 对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前辈子的后辈 对 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你们去 迪斯尼乐园去玩了 玩得开心吗 好啊 是不是有些人也就 谁胆子最小也看出来了吧 看出来了 谁 谁就是做那种高位的游戏 最不敢做呢 大家都 多多少少都有做一些东西的 重望所归啊 陆寒 作为一名足足健将 怎么可以胆量如此之小 不太喜欢特别高的地方 就是觉得太危险了 那涛肯定就不害怕 从小练武士 其实我是那种心理 我是 我虽然很害怕 但是我非常想去做 就追求一种刺激 对 很刺激 你看咱们俩可能都山东人 心里比较像 我也是那样 就我做完一个 我觉得打死我也不要做了 然后再去做另一个 打死我也不要做 就追求 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那我希望呢 SOM都可以茁壮地成长 谢谢 美人送你祝福吧 希望 克里斯的皮肤越来越好 好 皮肤挺好的 皮肤不好吗 越腹越好 再好的话就 好 谢谢 我希望累越来越搞笑 好 谢谢 我希望陆寒越长越水灵 谢谢 希望敏秀呢 中文越说越棒 秀名 不好意思 中文越说越棒 谢谢 谢谢 我希望陈高音越飙越高 哦 高音越高 谢谢 那超呢 就是功夫越来越棒了 当然 谢谢 好 Fighting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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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集体 对我们 打招呼 好 OK 谢谢 谢谢 好 2 3 We are one 谢谢 想听不同的声音 想看新鲜的资讯 尽在 爱风音乐 We are one 大家好我们是XOM